有一部限制极电影曾经创造奇迹 以剥皮杀人的真实案件 一举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 也让汉尼拔这个名字 从此称为《识人魔》的代名词 今天侠叔就来聊聊《沉默的高阳》这部电影 话说在90后出生的第一年 美国东部地区出现了一个比开膛手杰克还要凶残的狠角色 此人以剥皮为乐 连续残害五名女性后依然逍遥法外 恋人打猎也喜欢剥皮换钱 FBI给嫌疑人加了个野牛比尔的绰号 这一天即将转正的实习探员阿林被紧急叫停体能训练 回到FBI的弗吉尼亚总部 顶头上次标书在办公室 给他布置了一项奇怪的任务 前往周立精神病医院探访一位重量级的病患 汉尼拔博士 拥有心理学犯罪学双学位的阿林敏锐觉察出此行的目的应该和野牛比尔案有关 负责接待的杨院长没有把这小丫头骗子放在眼里 FBI这些年派过来很多探员 没有一个撬开过汗泥拔的嘴 相反杨院长吓唬阿林道 传说喊你把痴人上瘾咬断过上千条舌头 还差点啃烂了女护士的脸 我们北地里都叫她千条书 说话间阿林已经穿过了最后一道铁门 宛如监狱的单人间 关押着各种疯癫之人 唯独走廊尽头的房间 用透明的有机玻璃隔开 显得与众不同 传闻中的识人魔千条书 书着油光赠亮的大背头 脸上无时无刻不挂着迷人又诡异的微笑 一双蓝色的眼珠 仿佛能够看穿人的灵魂 果然阿林板凳还没坐热 千条书就猜出了她的来意 FBI想让她给出野牛比尔的犯罪侧鞋 以便早日抓捕 变态杀人魔 然而千条书自己就是个老变态 她在仔细打亮了阿林一番后 她反而无情地嘲讽 穿廉价鞋 抹大宝润腹落 搭配还算有品味 是渴望麻雀变凤凰 你在极力掩盖自己的香音 是想忘记童年的不堪回忆吧 被看穿的阿林 那一刻放出被人扒光了衣服 她转身愤然离去 还没走出牢房 就惨遭隔壁疯子的偷袭 唯曾想到这一举动 引来了千条书的怒吼 优雅的老贼平生 最看不得粗闭的行为 作为补偿 她透露给阿林一条信息 想要升职 去找我的前病人 威姐带着浑身的腥臭 阿林逃跑般的从地牢 回到了阳光之下 越想越委屈的女孩 趴在车旁放声痛哭 想起了英年早逝的父亲 带着对警察职业的崇拜和怀念 她忍下了各种艰辛 考入了FBI 绝不能在此刻认输 抹去眼泪的阿林 很快收到了标书传来的 令人震惊的消息 昨夜千条书对着墙壁 说了几句悄悄话之后 隔壁的疯子 居然咬舌自尽了 千条书蛊惑人心的手段 深不可测 这也让阿林相信 想要在野牛比尔案件上 有所突破 前病人威姐 很可能就是突破口 阿林按照千条书的暗示 找到了一间破旧的仓库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阿林群遍了所有的角落 在红布下发现了一颗 被福尔玛林 泡到肿胀的头颅 这是怎么回事 带着满腹疑问 阿林第二次回到地牢 千条书也爽快地 给出了解答 威姐既是原名韦哥 但她既不是变性人 也不是一桩屁 而是某个杀手失败的 初期作品 割下韦哥的脑袋 十有八九 是野牛比尔的 首次杀人 但她的动机是什么 阿林怎么也猜不着 带着夜市仪的野牛比尔 并没有停止死亡狩猎 她将好心帮忙的姑娘 骗上车 几拳将其大道昏迷 接着 扯下了姑娘的连衣裙 看到光洁嫩滑的后背 便心满意足地 消失在罪恶的深夜 一周后 FBI接到了西佛吉尼亚州 警方的通报 说是有句剥皮女尸 冲到河滩之后 被人发现 标出文讯 带上阿林 飞到现场 法医揭开果实的白布单 一股酸爽的气味 扑面而来 死者背部 巨大的两块菱形伤口 宛如被折断翅膀的蝴蝶 令人惨不忍睹 阿林咽下想吐的早饭 再一撇取证的照片 发现了异样 死者的咽喉处 竟然塞着一枚 肥瘦的虫蛹 为了理解这其中的象征意义 阿林连夜找到了昆虫专家 查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 虫蛹 乃是亚洲骷髅飞蛾的幼体 不可能自己横跨太平洋 端到死者的嘴里 凶手这么做 一定是 别有用心 几乎是同一时间内 一则女性失踪案 成了总统也关注的爆炸新闻 原来那个被野牛比尔帮走的姑娘 乃是国会议员梅姨的独生女 小美 悬案牵扯上了精英政要 FBI方面感到压力深大 在标书的授意下 阿林第三次前往精神病院 向千条书提出了诱人的条件 只要完成野牛比尔的犯罪策写 FBI就给她转到条件更好的新医院 相比换个地方被人研究 千条书更喜欢研究别人 她看穿阿林心底藏着不可言说的童年阴影 便要她说出自己的故事 无奈的阿林只能坦言 在父亲因公殉职之后 年仅十岁的她被表姑一家 周养在郊外的农场 但不到两个月后 她就离家出走 再也没有回去过 是家暴还是性侵 导致了阿林的逃离 千条书越发对眼前的美人产生了兴趣 作为交换信息 她告诉阿林 在死者嘴里放重有 是野牛比尔想要破茧化蝶的潜意识 她不喜欢自己的男儿身 两个人欲言又止的智力交锋 被躲在天空室的杨院长 听得一清二楚 她知道自己出人头地的机会来了 于是她把千条书捆成了粽子 威胁交出野牛比尔的身份 等千条书盯着那只金灿灿的钢笔 冷静地做着交易 让我说可以 但必须亲眼见到一元梅仪 在记上胡等千条书的梅仪 尽管心急如焚 却依旧保持着应有的风度 大概也是因为这份优雅 审美品味颇高的千条书 才决定说出野牛比尔的消息 比尔是我病人伟哥的男朋友 身高一米八 体重一百六十 金发碧眼三十五岁左右 至于能不能抓到他 就看你们FBI的本事了 此言一出 媒体蜂拥而至 把院长当成了促成破案的大功臣 等到阿林第四次见到千条书 她已经被锁在酒店大厅的铁笼里 等待着移交处理 女孩之所以深夜拜访 是她想弄清楚野牛比尔的变态心理 但千条书依然还是提出交换故事 才肯说出答案 阿林接下来的叙述 颠覆了千条书的认知 阿林当年听到那些羔羊即将被宰杀 发出了绝望的哀嚎 可打开门后 这些可怜的畜生们又不肯逃 所以阿林决定能救一个 吃一个 抱起其中一只 就跑上了国道 结果走到半路 她被巡逻的警察当成了孤儿 送进了孤儿院 那只羊最终成了警察的下酒菜 时至今日 阿林在噩梦中仍能听到羔羊的声音 她将救出小美 完成属于自己的救赎 圣女训道式的精神 在那一瞬间 给女孩披上了令人动容的光环 千条书沉醉其中 用一根手指的触碰 仿佛创世纪中上帝点画亚当 完成了她和阿林之间的精神贯通 那一句再见了 阿林隐约传递着 识人魔的越狱决心 天真的两名守卫 没把这话放在心上 也完全没有注意到 千条书指缝中 暗藏的 当行为看到手铐 套在自己胳膊上的时候 几乎大脑一片空白 千条书没给两人思考的时间 在巴赫 哥德堡变奏曲的背景音乐中 他不带一丝情感的挥舞着警棍 沉醉于屠杀的快感之中 听到枪声响起 楼下的警察们举枪冲入大厅 没有见到千条书的身影 却撞见了此生难忘的一幕 一名警卫被开膛破肚 模仿着耶稣受难高悬在铁笼之外 而另一名警卫满脸血污地倒在地上 尚有一丝呼吸 纷乱地抓捕现场 救护人员来不及清洗 就匆忙拉走了突然抽搐的幸存者 警察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是堵住没逃出酒店的千条书 循着电梯滴落的血迹 警察扒开大门向下望去 千条书一动不动地趴在暗处 即便子弹击穿了大腿 也没有发出半点声响 难道他在装死吗 是的 千条书的确在装死 只不过等到警方发觉 他已经扯下了人皮面具 通过救护车逃得无影无踪 连续的命案 极大的摧毁了ABI的信心 仍在寻找野牛比尔的阿林 也陷入了困惑 他想起了千条书的一句话 凶手的变态欲望 总是从日常的渴求中萌芽 这就意味着野牛比尔同样会选择 熟人犯罪 他杀掉的第一个女孩小丽 很有可能是他曾经的朋友 想到这里 阿林驱车来到了俄海俄州 实地走访了小丽的故居 在衣橱中 他看到了缝着菱形翅膀的旧衣服 顿时恍然大悟 野牛比尔是个裁缝 他专挑风营的女孩绑架 是为了制作人皮衣服 阿林找来小丽的闺蜜 了解了女孩的生前事 获得了关键信息 小丽曾在当地某家裁缝店 给店主刘弹妈做过兼职 就在阿林和FBI 都朝着目标各自努力的时候 被困在地窖枯井的女孩 早已被岩壁上那些断裂的指甲 吓到魂不附体 野牛比尔这个变态 每天都会抱着爱犬来福 坐到井边气弄他 等等 等你饿瘦了 我才好剥皮啊 不过小美利用投地食物的绳索 绑住干干净的骨头 做成诱饵 将来福掉进了枯井 没过多久 正在对镜贴花黄的野牛比尔 听到了狗子的惨叫 冲到井边 就看到小美在大来福 两个人正互相咒骂着对方 却听到地下室的铃声 疯狂地响了起来 那么敲开房门的 会是FBI的大队人马 还是单枪匹马的阿林呢 门开之后 答案揭晓 标书被千条书误导 完全南辕北辙 而阿林则被野牛比尔 客客气气地 请进了房间 裁缝刘大妈死了以后 我就买下了这处房产 想要问更多的事 只能去找她的儿子 刘比尔如此精湛的演技 被屋内扑腾的骷髅飞蛾 一秒戳穿 阿林还没来得及掏出配枪 比尔就抓起了左轮 钻进了地下室 在完全无光的环境下 比尔戴上了夜市仪 悄然地贴在阿林的身后 像猫捉耗子一样 玩味地欣赏着女孩 惊恐的模样 只不过 比尔低估了阿林的战斗力 左轮击垂的声响 这阿林在本能的肌肉反应下 抢先抠动扳击 电光石火的一秒 足以奔出生死 恶贯满盈的野牛比尔 倒在血泊之中 停止了恶魔的呼吸 看完沉默的羔羊 家属想说 这部伟大的电影 哪怕再详细地说上半个小时 都无法倒进 它蕴含的意义 在表演层面 安东尼霍布金斯 仅仅出场16分钟 就拿下了奥斯卡影帝 他的每一个邪魅的眼神 都足以吊打当今流量明星 一个小时更关键的是 本篇也成为犯罪心理学的一座宝库 即便是食人魔手中的一张素描 都能够解读出N种不同的含义 参考真实的人物原型 野牛比尔有着一个可怜的童年 他的母亲是个严格到几乎执念的教徒 这个女人从小教育比尔 女人都是魔鬼 导致男孩在成长发育中 心态极度扭曲到死 都保持着童子身 到最后 比尔没钱做变性手术 只好通过杀人剥皮的手段 成为女人 更是成为母亲那样的女人 好了 今天沉默的羔羊就说到这里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食人魔汉泥拔的后续 在随后 《红龙》以及《少年汉泥拔》的深度解说中 我们接着聊